上周金融圈最大的新闻就是爆出央行官员正式表态 人民币中长期将升值 国际化条件下央行将放弃汇率目标 这则新闻对金融圈的影响可以说是核弹级的 前半部人民币中长期升值 虽然了解经济的都知道 在美国已被放水裹挟 而且经济无力回天的大趋势下 人民币中长期升值可以说是不可避免 但这话由央行官员正式提出 而且公布出来 这份量绝对大不一样 这不仅意味着官方对此盖章认定 更意味着官方对这种升值趋势的认可 并会以此为目标推动 至于后半部分放弃汇率目标 这个意义更是非凡 我们都知道金融政策方面有个著名的 蒙黛尔不可能三角 资本自由流动 固定汇率和货币政策独立性 三者也不可能兼得 一直以来 中国的选择是坚持汇率管控 捍卫货币政策独立性 而限制资本自由流动 按照央行说法 这种选择可能未来会发生改变 将放松对汇率的管控和干预 当然懂经济的人同样也都清楚 这同样也是大势所趋 既然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那肯定要放松资本自由流动 不然怎么国际化呢 而既然松了资本自由流动的榜 那么不可能三角中肯定要放弃一个 而货币政策独立性肯定是不可能放弃的 所以汇率管控的放松本来也是大势所趋 只不过同前面那个一样 道理和逻辑是一回事 官方正式表态又是另一回事 这种官方正式提出并对外公布 内中的意味就很深长了 这等于是说 中国对这件事的态度将从以前的顺其自然 变成接下来的积极推动 而在当下这个时间点 官方正式对外宣布将积极推动人民币升值和国际化 这种表态其实是非常有讲究的 在某种意义上 除了招式自身经济结构的调整路线外 另一个十分重要的意义 是正式吹响了对美国的反攻号角 我们都知道 过去几年里 中美博弈的过程中 中国始终处在一个被动防守的状态 基本上是美国出手 中国反击 甚至有些时候美国出了手 中国也是打脱牙活血吞 忍了 之所以如此 一方面是对中美关系还抱有期待 不希望过度刺激美国 让局面无可挽回 另一方面也是中国实力有限 准备的也不充分 跟美国正面掰手腕 胜算不大 而现在从官方的这种表态来看 中国似乎不再对美国抱有期待 至少是不再认为妥协和隐忍 可以阻恶美国的霸凌 另一方面 几年的此效彼长 尤其是疫情以来 两国综合实力 以及经济形势的变化 已经让中国有了一定的实力 并捕捉到了机会 所以决定对美国的霸凌和围剿 发动反攻 而着力点就是人民币 为什么这次对于人民币的表态 和公开发布 同时可以看出 是对美国围剿中国阴谋的 亮剑反击 这是因为人民币升值和国际化 这两件事 从长期和短期两个维度 对美国实现了 趁他病要他命的 一剑锋猴士双杀 先说长期 其实懂经济的人都知道 人民币的汇率 长期以来在宏观层面 是被有意压制 之所以压制 是因为我们是出口国 需要用低汇率 来维持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这个模式在过去几十年里 是十分有效的 低汇率使得中国制造 风行全球 我们赚取了大量万汇的同时 也让我们打造了一套完整 高效 有竞争力的工业体系 但这一套模式 已经无以为继了 毕竟中国经济 已经发展到了 现在这个阶段 要想继续发展 就必须向上升级 而且中国的劳动力数量 也过了峰值 而且劳动力价格也在提升 本身也不可能 也没必要再靠这种 没技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作为经济支柱 而中国要产业升级 就触犯了西方 尤其是美国的利益 自然他们要打压 而打压的办法 大家也看见了 就是技术封锁 产业封锁 阻恶中国升级的能力 这就导致 中国继续维持 低端工业品出口的模式 已经没有意义 他辛辛苦苦换来的美元 根本买不到 自己想要的东西 西方不准备中国买技术 买芯片 买光刻机 不准中国留学生学理工科 只准中国买 莎士比亚和漫威迪士尼 可中国要这些破玩意儿 有个屁用啊 可你如果不买 那你手上的美元 同样啥也换不到 货币只有能换到 自己想要的东西 那才有实际价值 现在中国已经换不到 自己想要的东西 以后也换不到 那辛辛苦苦输出 工业品换来的美元 就成了一堆绿纸 就连这堆没有意义的绿纸 还因为美国无节操的放水 而不断贬值 所以中国继续传统外贸出口 带动经济的模式 已经越来越没有意义 那怎么办 只好自己来 好在中国几十年发展 已经具备了强大的国力 我们有全球最完善的工业体系 有全球最多的理工科人才储备 有跟美国规模不相上下 潜力更是无比巨大的市场 我们完全可以以此为基础 通过内循环为主的模式 实现产业突破和升级 但这依然是不够的 虽然中国现在确实有钱了 但产业升级 更是个超级花钱的买卖 虽然中国有全球最强大的工业体系 但大宗商品原材料 却大部分需要进口 中国虽然有全球最多的理工科人才储备 但高精尖人才依然紧缺 中国虽然是全球第二经济大国 但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依然相对不高 这些问题怎么解决 人民币升值加国际化 随着人民币逐渐升值和国际化的推进 大量的海外资本会流入中国 助力中国的产业升级 人民币升值后 外购原材料的成本会大幅降低 国际化更是会让中国享受助币税 进一步摊薄原材料进口成本 这会为中国节约大量的资金 不仅有利于工业升级 也有利于平易人民币物价 原先是块钱买到的原材料 现在五块钱就买到了 那最后生产出来的商品 它的成本自然更低 使用人民币的中国消费者 自然也就在收入不变的情况下 实现了购买力的提升 而吸引高技术人才 也因为人民币升值变得容易 到中国工作当然是拿人民币薪水 随着人民币升值 同样的薪水折合成外币更值钱 这对于海外人才的吸引力 自然也就提高 总而言之 当以前中国需要靠 中地端工业品外销来获取财富时 压制人民币汇率 维持产品竞争力是必要的 当中国不够强大 金融体系缠弱时 外汇管制也是必要的 但当中国度过了这个原始积累阶段 开始冲击产业升级时 当中国已经有了强大的国力基础 并成为全球最大消费市场时 人民币升值加国际化就成为最合适的选择 当然这对传统外贸出口 以及中地端劳动密集型企业 肯定会造成冲击 不过在人口红利逐渐消散 产业升级成为经济发展主要命脉的大背景下 这种冲击其实相对有限 何况中国人口总量还是有那么大 不可能完全转移 还是会多少保留一部分 至于转移出去的一些下游部分 其实也是有深意的 在中国控制产业链中上游 本身又逐渐成长全球最大消费市场背景下 在人民币升值的大背景下 产业城街坊也势必将自然而然 接受人民币为其锚定货币 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合作者和间接推动者 所以这种转移 只要不就把控好 其实力要远大于弊 上面都是对中国来说的 而对西方尤其是欧美来说 人民币升值加国际化 其实是非常大的麻烦 国际化就不说了 这是挖美元的墙角 对美国釜底抽薪 美国作为产业早已空心化的金融资本主义帝国 现在的体量完全是靠全球吸血来维持的 一旦全球吸血不复所需 不仅内部矛盾会立刻爆发 科技和军事这两个战略之主 也会因为共血不足而急速萎缩 当然人民币国际化只是一个战略方向 实现不是一日之功 但这个过程也就是人民币升值的过程 对美国来说依然是个巨大的麻烦 原因很简单 美国现在已经外强中干了 如果美国的家底还很厚实 就像本世纪初那样 那人民币升值对美国来说 威胁还没那么大 美国有足够的时间和底气去消化 去应对 甚至将中国死死摁住 但现在美国的经济和社会 已经逐渐病入膏肓 经济方面 经济空心化不可逆转 社会贫富分化达到顶峰 这些问题根本找不到解决的办法 最后的结果就是大萧条 大萧条会瞬间重创美国 重创美元信用 最要命的是被大萧条瞬间重创后 这些问题依然无法解决 当年1929大萧条后 美国的解决办法是罗斯福新政 通过对富人大幅征税补贴穷人 将经济内循环苟延残喘地维持下去 一直拖到二战 其他国家毁灭 全球产能出清 美国作为唯一存续工业国和最大战胜国 一举垄断 全球供应 抄抵全球资产 这才起死回生 奠定霸权 但现在恐怖和平衡下 世界大战不可能发生 何况现在的美国也没有当年那么大的实力优势 能够以重财者的形象来维持对世界的威慑力 甚至 美国连做到1929后的狗言残喘都很难 1929后 罗斯福能把经济循环搞下去 是因为当时工业体系都在美国境内 这意味着美国可以内部直接财富再分配 内循环玩得下去 现在美国根本就没多少工业 大萧条后就更不用说 所以真进入大萧条 美国财富再分配都不好搞 你就是分配给穷人钱 他们也得买得到想要的东西才行 买不到东西 你把率纸分给他们有屁用 那找谁买得到东西呢 当然是中国 虽然美国积极推动产业链流出中国 但毕竟中国工业数大更深 几十年来积攒下的产业体系 基础设施 行政效率 构筑了坚强的壁垒 不是那么容易被替代了的 而疫情和大萧条 更是会加剧中国这种产业体系的相对优势 毕竟中国是疫情中唯一正常的主要国家 而且经济基本面最好 政策准备也最充分 所以肯定也是大萧条后表现最佳的国家 这反而会加剧未来中国的比较优势 当然未来中国也会逐渐淘汰一些低端产能 但前面已经分析了 这属于中国主导下的产业转移 跟西方那种是完全不一样的 既然是中国主导 结果肯定是承接转移国家 被纳入中国主导的经济体系 出口市场也是以中国为主 毕竟届时只有中国市场 有可能继续稳健增长 本就疲弊不堪 又经历大萧条后的西方 消费端时必进一步急剧萎缩 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大萧条后的全球主要制造业基地 要么就是中国本身 要么就是被统筹进中国经济圈 以人民币为毛的国家 美国要进口工业品 只能在以人民币为毛的生产端里头寻找供应 这时候人民币不断升值的威力就出来了 只要人民币保持升值 就意味着美国将不得不为此支付更多的美元 这意味着美国将面临长期性的滞涨 届时美国只有两条路 要么在中国体系外另建产业链 但这个难度太大 时间太长 成本也太高 而且在大萧条冲击 消费力本就极端萎缩的时代 这种缺乏庞大消费需求支持的自建 本身也会进一步抬升生产成本 反正会加剧美国智障 加剧美国经济和社会的反复自暴 要么就是老老实实找中国 或者中国体系国家购买 毕竟美国就算被大萧条冲击 也依然是世界老大 美元霸权不会一夜就垮塌 所以依然会有相当的信用 依然可以全球采购 但在被大萧条冲击后 美国已没有那么强的消费能力 与此同时 中国这个市场的消费潜力 却受益于良好的经济基本面 而不断做大 此消笔涨之下 同时纵用全球最大商产国 和最大消费国地位的中国 将逐渐同时实现 对原材料供应方 和工业制造方的话语全增加 在全球经济长期颓迷 供大于求的大环境下 资源国以及中国之外的工业国 想把家里的东西销售出去 就只能越来越多的 接受人民币支付 进而接受人民币定价 换句话说 美元就算还是世界货币 它也不能像以前那样 在任何地方都好使了 很多时候想买东西 也得跟着人民币走 这就麻烦了 因为人民币对美元 是会不断升值的 这意味着美国在意美元 出去买东西 生产国迫于无奈 只能帮他们被通胀 他们会按照人民币定价 折算成美元卖给美国人 这意味着美国人将自己 为自己多印出来的钱负责 自己背自己的通胀 美元信用也会在此过程中 进一步被消耗损失 美国依然会陷入智障 虽然没有前一种那么猛烈 但却更具持续性 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 也会因此而不断削弱 受损 这是人民币升值 加国际化提速 从长远层面对美国的打击 它的目标直接指向了 美国霸权的最大根基 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 这个剥削全球的邪恶之手 就算不能斩断 也要斩它几根手指头 而近期层面 其实作用也很大 一般来说 中国是比较低调的 尤其是这种 直接冲击美国重大利益的事 就算真做 面子上也不会公开说 但这一次 央行高级官员正式表态 并且在媒体上公开 看着舆论热议 也没有打压的迹象 这就很有意思了 按理说 无论是人民币升值 还是国际化 这都是中长期战略 就政策本身而言 是不会对短期市场 有太多直接影响的 但一正式公布 并通过舆论发酵 那就不一样了 会让市场预期 发生重大改变 在短期内造成 远超政策本身的冲击 那问题就来了 为什么中国要这么做呢 一方面是美国逼的 另一方面 也是美国自己 露出了破绽 现在美国大肆放水 中国作为生产国 面临财富被收割的 短期风险 与此同时 美国又大肆构建 反华联盟 加剧对华方所制裁 这使得中国短期内 面临着极为不利的形势 虽然不会改变长远趋势 但短期内 确实会让中国 造成巨大损失 那中国当然不能坐以待毙 当然 毕竟美强中弱的格局 摆在这里 所以如果美国 现在国家运行正常 那中国也没有办法 就像当初特朗普 发动贸易战 中国短期内 遭受巨大损失 但也没什么好办法 只能强忍一口气 留着青山在 不愁煤柴烧 但现在美国 现在露出了大破绽 美国放了这么多水 通货膨胀已经歧视 经济复苏 却不如预期 这种情况下 美国就很麻烦了 现在股市战士 已经飙到天际 越来越接近 自爆边缘 这种情况下 只要通货膨胀 达到那个临界点 美联储就必须加息 而进入加息周期的同时 若美国经济复苏 还没有达到 良性循环的地步 就意味着泡沫破灭 大萧条来临 美国这现状 经济良性循环很难 通胀加速倒是很容易 就这样的状况 拜登居然还死撑着 搞反华联盟 还不断印钱 来让中国帮他背通胀 天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 既然美国这么不上道 那中国就不客气了 你家的工业消费品 本来就是我卖给你的 尤其是疫情期间 更是除我一家别无分号 你还继续装横是吧 那行 我也不再给你时间了 启动人民币升值加国际化 你以后买同样的东西 得付更多的美元 一样的东西 花更多的美元 这不就是通胀吗 而经济复苏落后于通胀 那不就是滞胀吗 一旦滞胀 美联储就必须提前加息 那就意味着股市泡沫破灭 大萧条来临 这就是中国的反击 既然拜登不讲规矩 那我就在你走向通胀的末路上 再狠狠推你一把 当然人民币升值加国际化 就是长期战略 需要整命部署 不可能为短期战术需要 而作为大的调整 否则会牵一发而动全身 但政策不调整 我可以选择信息公开 用情绪来引发市场波动 毕竟市场从来都是看预期的 这样一个核弹甩下去 造成的短期效果 比政策本身更有利 效果更好 这一下名牌了 接下来人民币升值铁板钉钉 不光是长期的 就是短期内 市场有了这个预期 再加上中国做一些微操 破6都是可以指望的了 美国通胀 势必因此骤然加速 这就是中国的反击 美国自己裤袋子明明松了 却还两只手揪着中国打 那中国只好把他裤子给扯了 让全世界都看清楚 他到底是个什么货色 这就是一个月前的央行官员表态 被正式全网公开的逻辑 综上所述 现在高调正式启动 人民币升值周期 和国际化战略 绝对是对美国的超级杀招 在隐忍了几年之后 中美之间的实力 已经经历了一个 比较明显的此消彼长 尤其是疫情的冲击 二者的实力差距 骤然缩小的同时 美国自身也越来越 逼近那个爆炸的临界点 这种情况下 中国终于成功捕捉到了 美国的命门 启动了自己的战略反击计划 而到了这个地步 美国依然不识食物 不想办法为自己争取时间 反而继续对中国死缠烂打 这种情况下 中国只好把这个案例 应该是只做不说 双方心照不宣的长期计划 当名牌打了出来 而这一出手 就成了战略 战术两个级别的双杀 这一下 拜登就有的头疼了 如果继续跟中国缠斗 接下来人民币 应该很快会到6 甚至继续往下 这对美国的CPI意味着什么 这对美国的股市意味着什么 只要稍微有点常识 都能清楚 而王远景说 既然中国已经将货币 作为中美博弈的主要方向 那以中国人做不到的不说 说了就一定做到的一贯风格 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 恐怕不会像以前那么稳固了